3月25日,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,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陈辈表示, 经中央批准,3月25日零时起, 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岳通道管控, 4月8日零时起,武汉市解除离汉离岳通道管控。 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整体部署, 北京市与湖北省提前对接,制定滞留湖北的北京人员返京工作方案, 成立北京西站联防联控前方指挥部, 分期分批组织滞留湖北的北京人员安全有序返京。 今天下午,第一批两个车次800余人抵京, 为保障安全有序,此次返京工作采取有组织点对点的方式进行。 全程闭环管理,无缝对接。 鉴于近期境外疫情输入风险突出, 为避免在机场与入境人员交叉感染。 返京方式主要为铁路专列和公路自驾。 前期,我们已向制定滞留湖北的北京朋友发送的信息, 请大家按照短信的信息提示, 在微信或支付宝上搜索精心相助小程序, 登录后点击返京服务模块, 详细填写个人相关事项。 那么返京的人员回来以后, 那么要居家隔离14天。 当天发布会上,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陈辈宣布, 为严防境外输入病例, 北京市调整境外输入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名单为25个。 现在具体调整为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名单是 美国、西班牙、英国、意大利、德国、法国、伊朗、荷兰、瑞典、瑞士、 挪威、丹麦、比利时、奥地利、葡萄牙、捷克、希腊、 以色列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韩国、新加坡、 马来西亚、中国、香港、日本等25个国家和地区。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, 对华对京输入病例持续扩增。 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, 3月24号,北京市新增报告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病例5例 均为中国境外留学生。 确诊病例来源欧美国家, 其中美国2例、英国2例、西班牙1例、旅客户籍所在地 分别为北京、广西、浙江、河南、福建各1例。 从职业分部来看,5例均为我国在外留学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